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 书香原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录了作者为孩子祷告的77篇导词 而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第72篇了 因此这本书也来到尾声了 若是你在读这本书的期间 有任何的感想 或者是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事项 都非常欢迎你留言给我们 今天要祷告的面向是 当孩子抱持负面态度时 菲利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亲爱的主啊 我的儿子被自己的心态困住 他觉得自己被欺骗 觉得身旁每一个人都过得比他好 我请他做任何事 他一定要先和我争辩 并且抱怨为什么必须做事 他很容易被激怒 似乎也不太享受全家相处的时光 这种负面解读和无理不恭敬的倾向 日趋严重 主啊 在他身旁 我竟感到如履薄冰 生怕哪个举动或哪句话 就会引爆他的利雷 他不愿意帮忙家人 也不想把事情做好 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期待越来越低 他负面的态度和恶劣的情绪将自己孤立于家人之外 更影响了他对上帝的探索 主啊 他需要你来修复他的笑容 他的喜乐和爱 主耶稣 如果我的孩子因着朋友或手足拥有一些权益或物品 以致心生不满 求主挪去 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 让他在你里面思念 默想从主所领受的恩典 因而心怀感恩 开启他的眼目 得以看见周遭许多人仍在痛苦中挣扎着 因而认知自己是多么蒙受祝福 如果他的黑暗情绪是被隐藏的罪恶产累造成的 求你让他在你里面找到赦免与平安 若是他被别人的话语或行为伤害 赐他勇气 愿意倾吐心生 并愿接受安慰和帮助 主啊 求你柔软他的心 愿意原谅饶恕任何冒犯他的人 天父啊 倘若我的孩子因为过往生命中发生的事 感到忧愁 被背叛 无所适从 沮丧 我祈求他能经历从主而来的盼望和平安 吸引他 在祷告中寻求你 同时察觉你愿意倾听并且回应 使用他所处的苦涩阶段 向他显现 你就在近处 热切地要伸出爱的援手 求主赐给我对孩子有更多的忍耐和怜悯 指教我如何帮助他学习 勇敢地为自己所言所行的后果负责 让我在纠正他的同时 又能鼓励他 主啊 别让灰色思想窃取我们全家的喜乐和欢笑 求让我以感恩回应他的抱怨 以温柔回应他的怒气 以坚持回应他的抗拒 帮助我们 一起度过这段熬练的日子 最终彼此更加亲密 谢谢你的慈悲怜悯 在我们冲撞挣扎时容忍我们 你的爱永不失信 谢谢你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